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就知道你有事瞒着我 你身上怎么回事 怎么尽似寒冰一般冷 我的事不需要让你管 我不能眼睛睁睁看着你死在这儿 我的生死与你无关 行了 既然你这么想死 那你死后我就任意处置你的倪月 咱俩的婚事自动解除 知心妄想 还是舍不得你的倪月 走 好 你感觉怎么样 先等下休息 难道是之前的独有反错了 练习 啊 怎么还是这么冷 用变各种法子 她身体不仅没变热 反而越来越僵了 看来 只能豁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醒了 你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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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也应该来 那什么 我这样做纯粹是为了道义 我知道 你对我全无个人情感 知道就好 快想想怎么回去 我说我醒了 但并非说我没事 你还没恢复 你到底怎么了 少使练功留下的寒症 每只月圆之夜便会发作 哪有这么容易好 为了练旧神功 遭受反噬 值得吗 犯想成奇事 必要付出代价 为达目的不计后果 果然是你 你不也是倔强不服输 即便撞了南强 也不会回头吗 如此说未来 咱俩还是有很多 相似之处的 如果我们换种方式相遇 或许一切会变得不一样 会成为朋友 我们可不是成为朋友的最佳人群 那你说是什么 自然是 过去不可追 来日 又可期了 未来如天气般不可预测 又那么遥远 要如何期盼 还是顺其自然吧 哦 难道说 你会怎期盼过未来 有倒是有 曾经我和一个少年的初次相遇 便足以令人忘怀 有那么一瞬间 我也想过和他烹茶煮酒 夫妻弄见 共享满缘花色 看来姑娘早已心有所数 如今已是陈年旧事了 我也早已补作这些 不切实际的幻想 是 他都在你身边了 自然是不用去幻想 他现在不在 再说 你身边才是有 你愿意之相伴 他 他自然是与旁人不同 嗯 少时 在我人生当中 最无助危险的时候 他出现在我身旁 就如同着黑暗中的 一点荧光 怪不得你处处维护他 总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他做错的事 你来承担 你知道的 我指的并非这件事 你不说我如何指的 如果我说 你能给我一个答案吗 你没关系 你不说我 我以后 你不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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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